李世民要哭了 刚当上皇帝 突厥就打上了门 为了大唐的强盛 他忍辱负重 薛俭宫女得罪了太阳皇 薛俭封王高反了班王 薛俭官吏惹毛了武的老臣 但我们的李老板很能干 面对这些难啃的骨头 他愣是啃得干干净净 正当他雄心勃勃地 要跟突厥好好算下仗时 一个他死活都解决不了的难题 砸了下来 大唐气象局局长告诉李世民 单纯靠老天爷是不行了 咱们得想办法人公求雨 李世民一听 没毛病 我来做主计吧 李世民二话没说 能有多惨 有我打天下惨吗 于是呢 头铁的李世民赤裸上身背负金条 劈头散发地暴晒在四十度的高温下 鲜血顺着脊背流下来 可以说呀 李老板已经够诚意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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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吧不是罪 你创造盛世的精神难能可贵 想让他让皇认可也很对 但你要给太子做个榜样 不能太狼狈 历朝历代的明君 哪一个没有受过这样的困境 老天哪我们怎么样 我们没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就自己放弃 李世民若有所思 既然求语不成 那就要想办法应对越来越多的鸡民 第二天啊 李世民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有人提议打开关口 让百姓到外地乞讨 以防灾民变成鸡民或者乱民 虽然建国以来 为了隔绝外敌入侵 大唐西边的关口从来没开过 但是眼下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于是呢 李世民下令开关 一时间啊 大批的灾民纷纷踏上了逃荒的路 当然 不是所有人都抱着吃饱饭的目的才出关的 比如这位由金蝉子转世的玄奘法师 他和皇帝李世民一样 都在为梦想奋斗 而他的梦想呢 就是去西天取经 这次他终于等来了出关的机会 人群中间 还有李世民的前亲随礼儒 因为老家也闹了灾荒 他打算去长安看望李世民 可还没到长安 他就被一家沿路乞讨的灾民拦住了 老人得知他要去看皇上 就给他留了一段语音 见到皇帝 跟皇帝说一声 百姓的日子苦啊 见到李世民后 李武提起了这家人的悲惨遭遇 李世民呢 苦笑了一下 然后忽然严肃地告诉李武 你去找方先灵 就说是我说的 免去你说的那一家的租用调 对李世民来说 这是一个爱民的决定 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呢 这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事 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事